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负责人 还有我们的藏子们 大家早安 我们今天早上要与撒末尔记下第六章 第三节以下的新闻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乌撒这个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请看圣经撒末尔记下第六章 第三节以下的新闻 那么这一段经文啊 他是记载当大卫他登西为王的时候 那么他要把这个当时在祭司以利的时代 被菲利斯人抢走的约柜 那么菲利斯人抢走的约柜之后 后来因为遭遇了那么神降下的灾祸 所以就把约柜送回来还给以色列百姓 那么就放在一个寄书叫亚比拿达的家里 那么我们圣经的根据是在撒末尔记上的 这个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 那后来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里面 一直放到这个大卫登基为王 那么现在大卫要把这个神的约柜 从祭司亚比拿达的家里面 然后移到他所建设的大卫城来安置 那么当时搬运约柜是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 在第三节 撒末尔记下六章第三节记载说 一个叫乌萨一个叫亚西约 那么到了第六节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用牛车运了约柜 到了一个叫拿根的河长 因为这一头拉牛车的牛 他受到了惊吓 所以后来这个牛车上面的约柜 有这个倾倒的余力线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 乌萨他就伸索那么扶住了约柜 让他没有倾倒 那想不到在第七节圣经就记载了 我们的神因为乌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他就把这个祭司乌萨当场就击杀掉了 那当小弟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第一个想法 就是说 奇怪 跟我们人的宿界里面的 这个认识的看法好像不大一样 在人的宿界里面 我们会有一句话常常这么说 说这个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这个祭司乌萨他用牛车运约柜 你如果不认定我们的神 如果不认定这个人有什么功劳的话 那么最少乌萨他也付出了他的劳力 不让这个约柜 那么跌到这个牛车之外 所以我读到这一段经文 我为神击杀的乌萨 这个内心里面感觉到混恨不平 小弟觉得这个神实在是真的好像公义的有一点过分 那当然这个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改换一个立场 我们提升到一个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字眼的描述 在第七节 第七节圣经里面和合本中文是说 我们的神因为这个错误就急杀了乌萨 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乌萨事件 我们的神只有错误这一个形容词 那因为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的神在急杀乌萨的时候 是用什么方式把乌萨急杀掉呢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这里说 大魏因耶和华急杀乌萨 那么我们的圣经就提供了一个注解 说这个急杀他的原文叫做什么 叫做闯杀 那什么叫闯杀呢 那么如果大家看过这个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 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有一种人物叫杀手 那这个如果这个杀手他被委托 比如说我是杀手 我被委托要把这个要把这个人干掉 把他急杀掉 那我一定会暗中去观察 我要急杀的这个对象 到底他的武功路数是什么 那可能我会去慢慢的跟踪他 去发现到底他在生活当中 他的软弱数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比如说他喝酒的时候 这个软弱 他的软弱会呈现出来 那么或者在武侠小说里面说 这个人他很好色到青楼 我们今天叫这个风化场所 在青楼这个地方 他的软弱会浮现出来 皇位力是最弱的 所以我会默默的观察 去了解这个人 他整个的背景 那等到这个时机 就是他软弱的这个时机 呈现出来的时候 那轮到我这个杀手出场 那我出场的时候 我就一刀就把他击杀掉 我绝对不会跟他 多讲什么兜语的话 我绝对我这个杀手不会说 兄你小心 等一下我要你的命 我不会这样跟他讲 我也不会跟他有时间 跟他做沟通 说哎呀你就是得罪什么人 某人要我杀掉你给我500万 我一出场这个人 他的命就没有了 那这个叫做闯杀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神向乌萨怎么样 发怒 所以我们的神一出场的时候 马上就把乌萨击杀掉了 所以我去看一下 这个原文他的解释 他说这个神的怒气 这个花座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神 他就强行的倒毁 攻破 and so it's uh explained that when the anger of the lord was aroused that came down and fool force on Uzzah 好像这个墙 我现在怒气花座 似乎是没什么理性 我看到 我就把他撞破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什么砖头的 什么木头的 怒气花座 不管三七二十一 那么我就怎么样 我就强行破开 for example when we ourselves become aroused in anger perhaps there's a war nearby no matter if it is made of wood or brick we will try to strike it down 那我发现 神这一种做法 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 指导我们的 这个年轻一辈的年轻人 在整个服势上的做法 不大一样 那今天如果我们 教会承接圣工的 这些年轻人 那么在圣工的服势上 如果我们发现 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产生 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辅导沟通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会有时间 有机会 那么坐下来 好好跟他做 观念理性的沟通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 比较温柔委婉的方式 那么跟他做必要的指导 and we will try to guide and counsel them through our different methods 但是我们的神 我想奇怪 他为什么不提供一些机会 让乌萨去做什么 去跟乌萨有一些 这个讨论的空间 讨论的时间 我们的神 怎么不跟乌萨说 来乌萨来来坐下来 我跟你讲 你这样做 我这个说 神觉得你哪个地方是不对的 我现在要取走你的生命 and so why did god not call 乌萨 aside and say I am not very pleased with the way that you have acted here and I will now take away your life 我们的神 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 他这个怒气 一看到这个祭司乌萨 做了这件事 整个怒气爆发之后 然后他一出场就强行 强行 攻破他 强行把这个人击杀掉了 and so we can see that because of this incident when the anger of the lord was aroused he struck乌萨 down there 那重点就是 我们的神认定说 这是一个错误 所以小弟就去看了一下 这个错误 到底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and so I looked into what this word error would mean 那我去查考之后 这个错误在原文上 大概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and so after a bit of research in the original text this word error has two sides of meaning 那么一个就是真理层面的 so firstly is on the 那么第二个就是有关于信仰生活层面的 and the second aspect is in terms of our religious life 那早上我先讲第一个部分 真理层面的部分 and so in the morning I'll talk about the first aspect about the truth 这个错误 它在真理层面 它的解释是这样子 and so this error in terms of the truth it is so 不符合真理的动作 that it that your actions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uth 所以对神造成了不礼钱 没有礼貌 没有敬钱的行为 and so the actions that you do are not reverent or are god fearing 那如果我们从圣经就业的角度 我们来做这个思考 来做查考 and so if we reflect or consi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ld testament 我现在综合 我不翻圣经了 综合出埃及记25章 so in exodus chapter 25 i will not reflect to it 那么还有民数记的第4章 and also numbers chapter 4 还有民数记的第7章 and numbers chapter 7 那么我综合这几章 我们的神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在旷野就透过摩西说 你要建造约柜 那这个约柜就是神同在的 当时的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的神就透过摩西说 你们要有什么样的利率 有什么样的条规 那么要苏醒在这个约柜 我同在的这个约柜的这个什么角度上 那我们统合一下 其实只有两个大重点 那么第一个大重点就是说 这个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象征 所以它代表神 在旧位时代如果他们征战势力的话 主要赶快回到这个圣殿 把夜鬼抬出来 大概神都会跟他们同工 让他们在一个 列宿的战争当中得到胜利 但是在这个旷野的时代 神叫他们建造会墓 这个会墓你去看 它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建建购物 所以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要停下脚步 匀柱火柱停住 他们必须要砸营 那砸营的时候 他们就必须要把这个会墓搭建起来 那等到云柱火柱移动了 他们必须要拔营 所以他们相对的要把这个会墓 再把它拆起来 把它拆起来之后 然后跟着他们的军队 跟着他们的队伍继续往前走 那当时这个责任就是落在立位书派的一个 后代祖孙叫歌侠这个人的 后代祖孙的身上 这个会墓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建购物 里面材料非常多 停下来就要建 那移动的话就要把它拆除 所以他们当时觉得说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效力 而且是非常繁重的一个什么 一个搬迁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去找摩西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奉献牛车 奉献牛 然后这个会墓整个要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牛车来运这些材料呢 那摩西他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做主 他就去求问约法真神 那我们的神告诉他说 可以没有问题 但是在可以当中 我们的神特别强调 那么约柜 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 包括这个约柜 不可以用牛车运 在民数记第七章的第四节以下的经文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不可以用牛车运 那怎么办呢 神就主定说 叫祭司用肩膀来抬着移动它 所以很简单 那么我们去把它整理之后 所得到的第一个焦点 就是这个约柜汤 他要移动的时候 一定要由祭司用肩膀来抬着 然后他才可以移动 所以当时神就告诉摩西说 这个约柜的四个边 你要做四个环 然后两根棍子要舒畅穿在上面 因为要常常移动 第二个条例 这个约柜不可以任意观看 当它要移动的时候 还要把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所以在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以下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 第四章第五节以下的经文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告诉摩西说 这个约柜要移动的时候 第一层要把这个会幕里面的 蚌子先铺上去 先盖上去 那第二个还要盖上 叫做海狗皮 第二层的遮盖物 第三层再盖上蓝色的毯子 那不可以任意观看 也不可以随意用手来触摸 那简单讲 我们归纳两个焦点 就是这两个 约柜的利率 约柜的条例 那这个是神特别透过摩西来吩咐立位之派 要服务神的这些工人 服务约柜的条例 如果我们看撒摩尔记上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十九节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费利素人 祭司以利时代 费利素人把约柜送回来给 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 圣经记载当时 这个博士迈这个地区的人 他们就善观 自己观看约柜 所以神也不客气 当场就击杀了七十个人 那我们从一个真理的角度 我们的神这样吩咐 那我们来看一看乌萨这个人 他数据上的作法 约柜不可以用牛车运 你要发现这个祭司乌萨很奇怪 我就会用牛车运 这个约柜是祭司用肩膀要抬动的 那乌萨他就 我就是不用肩膀抬动 那这个约柜要遮盖严密 不可以任意观看 那他就放在牛车上 就让众人能够任意观看 所以你从这样子的角度 如果我们又发现说 那这个服势神的这一个乌萨 这个祭司 那么他整个的服势的动作 真的是不符合真理 那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就问了 乌萨晓得这些条例吗 如果他不晓得这些条例 我们的神在一个不知的情况下 把祂击杀掉 那祂不是死得很冤枉吗 好 我们现在来看生命纪17章18节 好 我们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 在这一段经文 《生命纪17章18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当初的以色列百姓 他们还没有进入到利王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神已经晓得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的隶属会走进去到利王的时代 所以首先就透过摩西告诉他们 如果要当网的这一个人 他在当网之前要先做一个动作 电脑可以说一下吗 我这一段时间经文我都没有翻 直接打出来就好了 那这个要当网的这一个人 要先去找祭司 生命纪17章18节 拜托请打一下 他要先去找祭司 然后把祭司身上身边的那本律法书 借来以后为自己操入一份 好 那这个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要服输神的祭司 在他们的身旁 都有一本神给他们的律法书 他们要为自己操入一份 好 那就好像我们今天 真耶稣教会 如果我们领恩布道会的时候 有新受许的弟兄姐妹 我们奥克兰教会 有没有说受许之后 送给他们一份圣经赞美事 因为我们新约的时代 是一个万人祭司 就是大家都是祭司 都会亲近神 那就会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的经文 万人祭司的一个时代 所以等于是说 今天我们蒙受神的简选 我们进入神的救恩里面之后 我们手头上也都有一本神的律法书 就这一本圣经 那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祭司 他们手头上都有一本律法书一样 那现在关键是什么呢 这个乌萨祭书 对这一本神的律法书 我个人在判断 大概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他不读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服侍神 他不知道神的真理 所以他做出了违背神真理的行为 第二种情形 他读了 但是有读读不通 我们中文的成语叫马尔东风 就是说右耳进 左耳进 这个右耳粗 然后左耳粗 进去马上就说 没有停留在他的心中 没有反复去做思考 这个是他说有看 没有懂 他有看 他不是没有看 问题是没有放在心里面 他这个都是致命伤 but for these they are bad 我是神的一个 服侍神的一个工人 可是我没有真理的 没有真理的这个什么 内涵在我的服侍生活 服侍工作当中 I am a worker that is serving God but I do not have the truth of God in my heart and in my service 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眼 来形容 就是说他读读嘛 那读读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因为他不读嘛 或者他读 但是他没有读进去嘛 and we may say that oh he was ignorant but his ignorance came from his own uh his own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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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rtcoming 那现在我们很多 我们教会信徒的观念 都会认为说吴朱啊 啊这个不能做啊 啊啊啊我不知道呢 那好像说 有这样子的一种讲话 然后会产生一种 啊一种就是说 那我就没有罪嘛 因为因为我不知道嘛 那无知真的就没有罪嘛 啊我们来看圣经的一段经文 我们看立位记第四章 It is referred to Leviticus chapter 4 立位记第四章13节到14节的经文 Leviticus chapter 4 verse 13 to 14 好那么这节经文是神 那么透过摩西记载说 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做了神所吩咐 不可以做的什么事 他们叫误患 就是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无知的 但是他事实上是违背神真理的吩咐 那么到了14节记载说 当他知道了 哎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啊 当他知道他犯了罪了 那接下来我们神的要求就是说 去献赎罪祭 那换句话就是说 有罪啦不是没有罪啦 因为如果没有罪 他就不必献赎罪祭了 我们再看一节比较清楚 比较更清楚的经文 我们看立位记五章17节 这段经文就更清楚说 如果有人患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 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罪的 就要担当他的罪 这个是神对他的百姓 就位时代是神对服事他的祭司所做的要求 那我们今天信誉书代 我们手头上都有一本神的律法书啊 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说 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研读这本神给我们的律法 就是真理天国的宪法 and so we need to reflect upon ourselves have we put in the time and effort to read this book this bible that god has given to us of the law 如果你没有认真去研读他 当你做出了违背圣经真理的事实 if we do not spend the time and effort to read it and if we make a sin against god 那我会因为我们的神会因为说 啊你无诛啦你不诛道啦 所以不算你有罪啦 没有关系啦 可以这样吗 then will our god let us off and say that we are blameless because we were ignorant 如果从乌撒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 不认定乌撒没有罪 是当场就怒气化作 把这个人击杀掉了 and so from the incident with 乌撒 we can see that god did not regard 乌撒 as blameless because on the spot he was struck down 那我现在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and so i'd like to ask everyone a question 请问喝酒醉 醉酒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吗 is a drunkard able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我们大家对这个醉酒 我们的认定 我们现在的这个主观的认定是 小事啦 喝醉酒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啦 还是我们认为说 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进入神的天 神的国度 and so when we consider the matter of becoming drunk do we think of it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look at it very lightly and think that it is very normal do we feel that it is something that will hinder us from entering into heaven 要不要表达一下我们的意见 so do we want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好喝醉酒 没有没有关系啦 没有关系啦 反正这个喝了以后 醉一醉就没事了嘛 没有醉的请举手 so raise your hand if you feel that if you if you become drunk you will become drunk and then afterwards it will be ok 就是说还是可以进天国啦 我不要讲有醉没有醉啦 喝酒醉 啊还是啦 只要出所信 他是可以进天国的啦 有没有 so despite if you get drunk it is ok if you don't as long as you are keep the commandments you will be able to enter into heaven 没有哈 那喝醉酒是不能进天国的 请举手 so raise your hand if you feel that if you become drunk then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kingdom 少数人举手 请放下哈 那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呢 是有醉还是没有醉 for the rest of us do we feel it is a sin or not 哈哈哈 那当然用二分化好像不合理 因为圣经有一种叫提摩泰酒嘛 我们大家会思考哈 不是不能用酒啦 你看提摩泰酒也是可以喝啊 so perhaps we will consider or say that in the arthepicothymophie that also mentions wine that we are able to use 那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是对身体健康 有益的啦 so we know that this was in regards to our health for the body 因为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你胃口不好嘛 那胃口不好 那就这个可以用一点酒 来帮助你身体的健康嘛 做消毒嘛 那我不晓得大家对我现在所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 我不晓得现在大家的认诸的观念 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我们的神怎么说 我就是借这个例子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神的真理你千万不要忽略 所以一定要去读它 不要跟乌洒一样 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九节 1 Corinthians 6 verse 9 谈到第九节说 换了这些罪的没有资格来进入神的国 我想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大家都能够说阿门 都能够承认 因为第九节提到的就是 淫乱败偶像同性恋 那保罗一开始就是说 那这些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既定的观念 那第十节看下去 很多人就会打问号 那个内心里面对神的真理 会产生摇动性 第十节说 偷窃的贪心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 也不能拉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因为我谈醉酒 那我就针对醉酒 这个来跟大家做比较 生活化的分享 醉酒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曾经在台湾 担任过中南区 就是包括阿里山 我们阿里山有七间原住民的教会 那么小弟曾经担任过这个教区的区负责 那有一次这个原住民的负担在阿里山 阿里山区的原住民的一个传道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们有一个信徒离世了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上去帮忙 这个丧礼的正道 我直接在电话就跟他挥戒掉 我说不要 他说虚伍者为什么不要 有圣公经理来帮忙 为什么你不要 时间有冲突吗 但是你们这间教会有长老 有好几个职室 有七个教会负责人 还有你一个住牧传道 这么多人可以在商礼当中 分摊工作 我们教会也不是看什么 看这个 大家就会说不是看世面 这要怎么说 不是看这个 不是看人的这个什么 社会地位 看他的背景 说今天我们教会有婚礼 我们这个奥克兰市的书长 蒂林讲话 哇彭必生辉 对不对 好像身份地位好像被拉高了 我们教会不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跟他讲说 不要再请人家上去 不会因为我去跟他正道 这个人就死里复活 不会 我说很装俗讲这本圣经 神的道理 大家互相提醒 借着商礼 因为在祝福传达跟我讲说 你这个屈负者都没有关心 我们这些原住民的教会 因为在他们的教 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生活的背景当中 如果有人离宿的 他们每天晚上都有这个什么 都有聚会 这个遗体晃五天就五天聚会 晃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 晃两个礼拜就十四天聚会 每天晚上都聚会 换句话说这个祝牧传道 他是跟我讲说 您传道已经晃十四天了 我讲十四常商礼的道理了 没得讲了 肚子空了 没有商礼的道理好讲了 叔叔请你上来帮忙一下 我说那对不起 那我就上去帮忙了 不知道我这个背景 那十点的商礼 我还没有九点我就到了 那教会的负责人也非常尽责 他们事先把整个流程都再走过一次 那确定没有问题 刚好我也到了 因为我们从山下到山上开车 要两个小时 商礼是十点 那还有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出头的时间 所以大家一起在会客树的时候 那还在那边沟通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我要正道 我说请问这个离宿的弟兄是几岁 有一个人 有一个负责人说38岁 我说38岁啊 如果83岁 所以我们大家接受度会比较高 对不对 那真的太年轻了 然后问了第二个问题说 他是什么原因离宿的 没有人起来回答我 那我就 我就说奇怪 不会我讲 我讲这个华语 那他们原住民听不懂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母语 不会这样吧 所以我说 有没有死亡证明书 他们说有 我说可不可以把死亡证明书拿出来 然后看我们政府标记的死亡原因是什么 念给我听一下好吗 这个时候有一个负责人 他站起来了 因为他也是穿西装 要参加这个商礼 服装也是很整齐的 然后他起来动作很怪异 他这个西装 先拉一拉 然后扣子 扣好 拉一拉扣好 这样 不要拧下了 这样 然后就行这个部队里面 军队里面的这个军力 他的脚就跺一下 好像阿兵哥要脚跺一下 手举起来 扣子 然后念什么 1 2 3 我一直看他 我说这个原住民反应很奇怪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离宿的 你起来跟我敬礼 然后喊1 2 3是什么意思呢 1 2 3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重复又讲一处 请问他怎么死的 那第二个负责人又站起来了 跟刚刚那个一样 服装先拉一拉扣扣 然后又断了一下 跟我敬礼 巴卡修哲喝坏 听得懂吗 1 2 3 再来是什么 喝坏 对不对 那喝坏 喝到身体坏掉了 叫喝坏 的 and so the second council member also stood up button up their shirt and saluted me and then they passed on the message that they this person drunk until they died 啊 那我终于会议过来了 哈 我说肝硬化吗 喝酒喝到肝已经坏掉了 他们跟我讲说 是啊 就是喝酒 每次都是喝醉酒 然后肝硬化 数掉了 and so they confirmed the saying that yes they drank a lot of alcohol to the point that the body could not contain it and then they passed away 那这个时候 注目传道 特别跟我交代说 林传道 等一下正道 你不要讲说 他得救进天国 他没有得救下地医哦 and so the resident preacher are told me when you sermonize later on please do not say whether or not they go to heaven 我那时候一直看这个注目传道 哈 我说 你不要审判信徒 好不好 and so i said i i i looked at the resident preacher and said please do not judge the believers 啊 能不能得救 不是我们讲的啊 so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be saved that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can say 要由神来审判啊 it is in the hand of god 他说 林传道 不是我讲他下地狱 是他的家人 告诉我的 and so i the preacher said that it is not me that saying that he will go to hell but it is his family that said so 因为他 他就是常常喝酒 一喝就醉 because he would often drink alcohol to the point of being drunk 那我们教会 去跟他关怀 去跟他辅导 and when the church went to go to visit and to counsel him 那这个信徒 就这样反应了 this brethren reacted in this way 如果你们来我家 谎问 就是告诉我 不要喝酒 下次就不要来了 if you have come to visit me and to tell me not to drink alcohol then you do not need 你知道我最好的朋友 是谁吗 do you know who my best friend is 最好的朋友是谁 so who is my best friend 我们不是都讲 叫耶稣吗 是不是 so don't we say that our best friend is jesus 他说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酒 and so he said that my best friend is alcohol 所以我一定要喝酒 不要告诉我不喝酒 so i must drink alcohol do not come and tell me not to drink it 那我们跟他讲 哎呀你喝酒 没有基督徒良好的形象 哎呀你喝酒 损伤身体啊 哎呀你喝酒 就是花钱啊 对不对 讲了一些 他不能接受 and we listed out different reasons that drinking too much alcohol i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you cannot glorify god through it and it spends a lot of money but he cannot accept it 那等到他要死之前 那一天 他还在他家客厅喝酒 so on the day that he died he was in his living room drinking alcohol 那肝已经很严重了 瀕临这个死亡 全部肝硬化 那个眼球都是 都是黄色的 and so this his body was already deteriorating very much that his eyes already yellow 那么在喝的时候呢 没有看到人 突然之间身体后脚 好像有人在拉他在地上滑行 and so you cannot see another person but while he was drinking sundly it was as if he was being pulled by his leg 然后他为了稳定他的身体 他用他的手抓那个地上 因为他们家的客厅的地板 是泥土的 不是什么地毯 瓷窗都没有 是泥土的 and so because he tried to stabilize himself he was grabbing a hold of the ground and the floor in the house was made of clay 所以这个地上都有 他用主角去抓过的那个痕迹 and so in the living room there is the the fingerprints of the chlorine at the floor 然后呢他就大喊 猫鬼走开 你不要这样拉我 我不跟你走 and he shouted out very loudly the devil go away I do not want to go with you 然后抓到那个门槛 门口的地方 and he was pulled to the door 他们家的那个门槛 是木板的 也被他抓倒了 and so they came to the doorframe and the doorframe was made of wood 也留下了一些指甲的抓痕在上面 and there also are remnants of his chlorine at the doorframe 然后他又在门槛上面在那边大喊 猫鬼不要这样一直抓啦 我不属你啦 我信耶稣啦 我不跟你一起走啦 啊就在这个喊叫当中 那么就属在他家的门槛上面 and even while he was at the doorframe he shouted out the devil go away I do not belong to you I am a member of the church and at that point he died 我问他 有没有换第七届 有没有换第二届 保证没有 and so I asked has he gone against the second or the seventh commandment and they assured me no 就是在喝酒当中 然后被魔鬼抓走了 and while he was drinking and in his drunkenness he was taken by the devil 那我们这一本圣经 我们的神 祂是怎么教导我们呢 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 因为谁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第六节 八章第五节 谁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第六节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是死 我个人在读经的时候 我发现在启示录21章的第八节 我们的神讲到有八种罪 需要进入第二处的时候 就是硫磺的火符里面 那么一开始就讲到说胆怯的 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一位 那什么叫做胆怯的呢 我们有信徒说传到他的胆气割掉的 无胆的人 那这样要下地义的话 那这个实在是太不合理了 那这个胆怯我去看他的原文的注解是这样子 他说 这个跟肉体的情欲结合没有勇气抵抗罪恶的 体贴肉体的情 肉体的情欲 他要跟魔鬼妥协 他要跟肉体妥协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勇气去抵抗这个罪恶 那醉酒就是其中一种 那当然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这个 哥林多前书六章 第十节这个醉酒 他的原文是复述的 不是一次醉酒就是不能得救 不是这样 就是你常常醉酒 你要跟肉体 你要跟情欲妥协 你不想拒绝他 你都掉入在这样子的这个酒醉的漩涡里面 那中期委到最后还是不能得救 换句话说 我们正义书交友的信徒 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观念 叫无知灰福 我不知道这个道理不是福气 我们不要常常让这个理由说 这个不能做 我不知道 好像这样就没有罪 基础用乌萨这个宿件 我们去做书卡 不是这样 所以既然我们接受洗礼 成为天国的百姓 那我们一定要常常找时间 把这一本圣经读懂了 读通了 那么免得跟乌萨一样 患了无数的罪之后 那么就被神在怒气当中击杀掉 我们早上就先分享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唱赞美诗364首 然后这下语 不是神说提供上 按钮瓶国的罪名 还在宝费并员 和许多罪名 一下 看起来 有什么字